吹灿的夜景, 繁華的鬧市 香港向來越夜越熱鬧 越夜越精彩 不過三年疫情 一度令繁華變成冷清 鬧市變成空城 但隨著疫情遠去 現在香港的晚上 還是以前的北夜天呢? 已經很遠了, 六成了 好像少一點 始終是差 跟我們以前, 最後就不太好比 日頭的尖沙咀依然人頭湧湧 遊客對香港的觀感依舊良好 非常好, 很時尚 然後…很包容的一個城市 非常好吧, 人比較多, 比較熱鬧 不過對於晚上 不少遊客都有這樣的評論 香港那邊沒有夜生活 八、九點, 街道都關門了 商場九點開始關門 九點到十點 彩妝店、服裝店也關門 準備晚上礦約妝店 結果八點左右 除了酒吧, 什麼店也關門了 連餐廳也試, 不好意思打養了 難道現在的香港真是早睡早休休 現在星期五晚上的九點半左右 以往深水埔這條街的食肆 人流非常多 但現在明顯人流是少了 周太太在宇宙界經營茶餐廳七年 他說人流少, 生意更少 我想少了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 我們有時候八點多開始就一直安靜 以前我們走前方, 方河街、桂林街 那些擺攤很多很多 我點幾宗下班 還有很多人都在走, 真的很熱鬧 就算那些人不是來光顧我 但你看到街上熱鬧, 你就很開心 但現在不是…八點多鐘 整條街都安靜得不得了 你看見, 你就不開心 有時候看見, 像想哭 我看見你眼睛濕濕的說起, 像自己 都捱得很辛苦 是 民生區是這樣, 又客區又怎樣 今晚十點 我們來到銅鑼灣一間茶餐廳 老闆一見到我們就說… 只剩下一台半台, 我旅程下班了 之前是幾晚上? 起碼是十二點 現在呢? 九點半都接單 九點半已經結束了, 沒有人 街上也沒有人, 根本街上也沒有人 以前很多都收起碼是十二點 現在也跟我們差不多時間 雖然只有一台客, 但沒想到見到他 也經常來的 你覺得現在香港的夜市 這一區你離開的 跟疫情之前相差多遠呢? 也相差多遠 如果以前這個時間還是很高頻滿座 以前香港夜夜生活和飲食 也在後半段時間 以前越夜越精彩 現在晚上靜悠悠悠 這個星期五晚, 我們來到蘭桂坊 雖然人流不算太冷清 但遊人也… 少了人 是不是?少了多少人? 三分一左右? 疫情之前多了怎樣? 是 可能你下來也要等待一會才行動 以前疫情前, 哪有這麼窄窄的 現在的情況又如何? 現在…會鬆動很多 有些地方就需要人多 越熱鬧越繁華 看見不少酒吧 也有一張張丟空了, 無人坐的椅子 老闆也慨嘆 跟疫情前的四、五、六天 就相差三分之一左右 現在來計星期日 大概是兩點鐘, 我們也關門了 如果以前的, 我們會去到三、四點 那些時間 因為兩點鐘, 人們已經離開了 現在來的遊客也會問 為何好像蘭桂坊沒有那麼多人 我說是, 可能本地人少了 遊客覺得氣氛沒那麼好 可能去了別處玩 張先生做了夜更的士司機三十年 他說現在開夜更, 鬥勸多過載客 星期六晚十點 他帶我們遊走中環SOHO區 蘭桂坊等夜蒲熱點 以前這個時間 車子都上來這裡 車子都上去, 不能走 現在完全不塞車 這裡是蘭桂坊 所謂 現在多整, 多丁有 每間店都是 以前這個路口站滿人 以前站到出門口喝 一有波打, 整條街都是人 現在收入是… 一天賺到五、六百元 在這裡, 少了…三發一拉 收入差, 生意少 連帶的士都沒人開 在白石的一個停車場這裡 長期有超過二十輛的士 停在這裡 眼見似乎有些很久都沒動過 連的士的排價都下跌了 對, 時間是晚上八點鐘 但看到整條街 其實人流都比較疏落 很逼人的 那時候一到晚上 就人山人海, 現在完全不同了 假期前星期五、六天 多幾個人走 一至五都很少, 很疏落 走一至五, 根本九點後都沒人 你不收就浪費電費 生意額對你們來說少了多少? 少了六成 只賺到薪金還是怎樣? 薪金也未必有 為何由越夜越熱鬧 變成入夜就靜茵茵? 大家心裡有數 疫情的時候, 你不讓人去街 不讓人去吃東西 曾經有一段時間, 六點前 慢慢的人好像習慣了在家裡吃東西 外出吃東西的意欲好像沒那麼大 生活模式… 我想是顧客的生活模式改變了 或者他們的消費意欲低了 除了這些 還有一個越來越有影響力的因素 今天星期六的下午 我來到鄉原維口岸這裡 就看到有不少往返內地的香港人 讓我問問他們 究竟北上有什麼吸引? 便宜, 為何這麼便宜? 消費低, 還有服務員的態度挺好 那邊消費經比較便宜 差幾倍 在香港吃的烤魚也要幾百元 在那邊八十多元, 連酒水也要一百元 有人全家去玩 大概每星期上幾天 始終幾年沒回去玩 留在香港消費這麼久 又想貪新鮮去玩其他東西 有人專程去買 買魚 是甚麼? 石斑 上去買魚嗎? 對… 為何要專程上去買魚? 對 價錢差多遠? 差一倍 這裡買多少錢? 這裡買300元左右 香港要600元左右 有人還全副武裝, 上去踩 每個星期都會上大陸驗單車 大陸有很多綠度 香港的馬路比較窄 所以就好像欠位一樣 根據入境處數字 但是七月份 港人北上的人數超過468萬 推算消費金額超過40億 有甚麼方法令他們可以留港消費 大旺經濟, 大旺夜市呢? 香港沒那麼集中 如果集中, 一個雙層有齊 他們想玩的東西 可能會反而追留在這裡 香港比較貴 各樣東西…吃東西、坐車 各樣都貴 所以這方面如果可以便宜一點 那就容易一點 不少聲音都說要攪活夜市 令東方之珠重現光芒 才爺說要在短期內 攪旺香港的夜市, 怎樣攪呢? 看來大家真的要加把勁了 我相信很短時間之後 將會繼續設施前金往市 信心會給更多, 會更好 努力吧, 對, 努力, 大家加油